这个东西感觉确实被人玩坏了 本来就算是学土木学结构的人 知道它的也不多 但现在似乎人人都知道 它叫做张拉整体 以至于前两天 我拿它跟大家开了个玩笑 说这是反重力装置 还被怼得很惨 很多人就说 这不是早就有了的东西吗 你就发明了一个寂寞 这哪是反重力 有种把中间的这根绳子给剪掉 等等等等 看到大家一下子变得好认真 我还是挺开心的 但是我也没说这玩意儿是我发明的 而且我说它反重力的时候 不是明白这一副开玩笑的语气吗 这点怎么就有些人听不出来了呢 不管了 虽然张拉整体绝对不是我发明的 但是我手上的这个装置 的确是我设计的 然后用3D打印了出来 底座上面的这三个 看起来像是旋钮一样的东西 它就是旋钮 它们可以调整这三根绳子的张紧程度 增加或者减小装置整体的刚性 就像这样一样 把它们放松一点之后 上面的这个平台就晃得更厉害了 要是越收越紧 那就越来越稳背 可以把更重的东西放在它的上面 再来我用到了极轮的设计 让这根轴只能单向转动 所以就能够把穿在空里面的绳子 给越拽越紧了 想要放松 就把这个弹簧片给压下去 让极轮反着转 就可以了吗 这个还是第一个版本的设计 在第二个版本当中 我准备在第一座的中央 留上一个孔 然后再放上一个LED的灯泡 让它可以向上射出一道光线 不知道会不会更酷一点呢 好了 虽然你们大多数人 大概已经知道张拉整体 是怎么工作的 但是我还是想要来简单介绍一下 你可以听听看 会不会比你之前听到的解释 要更加简单 直接一些呢 它之所以叫做张拉整体 就是因为组成它的零件 一部分只承受拉力 就像这个装置里面的 四根绳子一样 它们之所以绷得如此之轻 就是由于受拉所制的 而另一部分零件 只承受压力 这两根红色的柱子 就是如此的 它们正在这四根绳子的 拉力下被压缩 只是我用的3D打印材料 强度还是够的 所以还不至于被压垮了 同时张拉整体的 另外一个重要标准就是 至少需要有两个 独立的受压零件 完全分开来 中间只有手拉零件来连接 所以你看这个装置就是的 底座和顶部是彼此分开的 完全就没有接触 连着它们的 只有几根张紧的绳子而已 乍一看起来就非常反直觉了 绳子怎么可能把重物给凭空 盛起来呢 实话告诉我 几年前 当你第一次看到这个玩意的时候 有没有被尽到呢 但其实稍微一分析 就简单的很了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 最直观的演示 干脆就参考它 自己也做了一个 发现的确很好用 是这个样子 先把这个三维的张拉整体 做个降维处理 变到平面上去 你看 是不是就是像这个样子了 上下两个3D打印出来的零件 同样也只是承受压力 连着它们的这三根皮筋则只承受拉力 当三根皮筋同时被拉紧时呢 这个结构就达到了自平衡的状态 想要让任何一根皮筋放松 另外两根皮筋都会把它给拉回来 让结构整体重新回到当初稳定式的样子 比如这样 我先让左边的这根皮筋放松 你看 中间和右边的皮筋呢 会把上面这个3D零件给拉回来 同样放松右边的皮筋 左边和中间的皮筋会做出同样的反应 想要让中间的皮筋放松呢 两边的皮筋则会共同作用了 3D零件一样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那同时让两根皮筋放松会不会也是这样呢 我们来试试啊 先让左边和中间的皮筋放松 要这么操作 还是会回来啊 再这样来试试 同样的结果 说你看 张拉整体正是利用这样的自平衡 来对抗外力作用的 当结构中存在预印力 也就是提前崩直的绳索和压紧的杆子的内力越大的时候呢 这种抗干扰的能力就越强 当然 这个二维的张拉整体呢 是利不起来的啊 不过只需要为它再加一条腿形成一个三崩子 就可以稳住了 好了 理论部分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但这玩意儿到底有啥用呢 除了可以作为有那么一点点迷惑人的小装饰物以外 它其实呢还可以应用在建筑上 比如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世界上最大的张拉整体桥梁 库利尔帕桥 可以用在星际探索上 比如NASA在2013年开启的一个张拉整体机器人项目 它尝试在没有安全气囊的情况下 直接降落到另外一颗星球的可能性 哎 就像上面我们演示里一样啊 张拉整体呢 在具有一定弹性的同时 还具有很强的复原能力 所以NASA希望通过它来吸收着陆式的冲击力 并借由调整张力绳索的长度来实现机器人的自由行走 只不过现在看起来呢 他们还有挺多工作要做的 张拉整体还可以应用在生物学上 实际上我们的骨骼和肌肉呢 就有点张拉整体的意思了 但一些研究呢 还指出连细胞也可以看成是张拉整体结构的 因为在他们当中啊 有一堆起支撑形状抵抗形变的细胞骨架 这些细胞骨架呢 由三种构建组成 第一种叫做威斯 它相当于我们这个张拉整体中的绳索 始终张紧 把细胞膜拉向细胞核 第二种呢叫做威管 它是受压构建 跟我们的这两根杆子一样 用压力来跟威斯的拉力平衡 第三种叫做中间纤维 是整个结构中的活动连接部件了 大概类属于 我的这几个旋钮吧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 既然我们已经弄明白了 原理离制造出这样的生物细胞还远吗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吧 只不过呢 这个东西它还没有名字 谁能够帮我想想 教它什么最好听 也最合适 最贴切呢 我选三个最满意的 然后就把它送给你吧 怎么样 就这么定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 讲给你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